美国总统川普11月初即将造访亚洲 也将抵达南韩拜访总统文在寅 不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报导 川普可能打破重要惯例 不去参观两韩边界的非军事区 而改走首尔南方的军事基地 可能因此错失 向北韩展现压制决心的象征性机会 除了亚洲行 川普还有另外一项重要大事 就是推动税务改革 他在24号和共和党员召开会议 整合意见 没想到在会议展开前 变数出现了 预警将退休的参议员扣尔克 接受专访时再度放话 直指川普分裂国家 立刻遭到川普炮轰 对于川普推特重炮回应 扣尔克不但在推特反击 表示川普是不诚实的人 接受记者访问时更说 川普自贬身份降低美国国格 对于川普和扣尔克公开争执 同属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莱恩 就出面协调 要两人不要再成口舌之快 专注在税务改革 莱恩居中协调 不过党内不同意川普的人 不止扣尔克 另外一位参议员弗雷克 也在参议院的演说中 痛批川普危害民主 并宣布他打算退休 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 人数只有微服优势 如果川普要顺利推动税务改革 等同需要大部分同党参议员支持 如今川普又挑起党内纷争 税改要通过恐怕十分困难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